这两天赵丽颖的粉丝一直挂在认收上 没错,你没看错 不是赵丽颖 是粉丝一直在认收上 为什么呢? 原来有传言指说 赵丽颖将会和王一国二度合作 出演新剧《野蛮生长》 之前两人就合作过古装剧《有匪》 当时在官宣时,大家也不怎么看好他们 直到播出后 这对韵妃夫妇才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但没想到,两人传出将二大的时候 赵丽颖的粉丝却极其抗拒 注意,这个消息并未得到证实 也还没有官宣 赵丽颖全球会员会还发文表示 如果真的和王一博再度合作 将坚决切割 并拒绝和此剧相关的所有工作 这篇贴文更是获得了赵丽颖几家官方粉丝组织的支持 但小编不明白的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粉丝这么抗拒两人再次合作呢? 为了一个还没官宣的传闻 就闹这么大 这当事情越来越白润化的时候 隔天凌晨 婚姻会的态度却180度改变 为早前不理智的行为道歉 接下来也会暂停更新 原来是微博管理员发出公告 表示某家粉丝拉财引战 宣扬抵制 微博严禁一切非理性的追星行为 而且也将照顶多个粉丝站都禁言了 追星还笑理智 粉丝这样做不就像父母每次以爱的名义对你说 我做这些都是为你好 但你有想过你支持的偶像看到你们这样 真的会开心啦 为了一个还没确认并且官宣的消息 就做出如此不理智的举动 而且粉丝行为偶像买单 如此不理智的行为 只会在路人的脑海中留下 赵丽颖的粉丝就是不理智 这样的坏印象 如果以后真的官宣了 赵丽颖和王一博将再度合作 也希望粉丝们理智看待 不要拉财任何人 理智追星啊各位 请别看 接着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